大家好,我是阿琴 日本有三大面 烏龍麵、蕎麥麵還有拉麵 拉麵是這三種麵裡面最年輕的一個 從中國傳過去的 但是還有另外一種麵也是從中國傳過去的 就是烏龍麵 在日語中一般會寫作 是沒有中文漢字 不過烏龍麵沒有漢字也是近代的事情而已 在古代烏龍麵的漢字其實是寫成 《雲頓》 關於烏龍麵的起源有好幾種說法 其中一種比較廣為流傳的 是在日本的平安時代 西元794年到1185年 由鴻法大師從中國帶回烏龍麵的製作方法 也就是現今 讚奇烏龍麵的原型 比蕎麥麵還要更古老 讚奇烏龍麵是日本香川縣特產的烏龍麵 由於香川縣過去的舊地名為讚奇 所以這烏龍麵就以讚奇為名 一般我們在市面上買的讚奇烏龍麵 都是冷凍熟麵 只要些許加熱就可以食用的麵 好 今天就來介紹一道 清冰箱時做出來的一道下韭菜 蒜香酥炸烏龍麵 蒜頭 蔥 辣辣椒 完成 完成 好 這是今天的主角 讚奇烏龍麵 先燒開水 好 在快滾的時候 把麵放下去 因為這個麵本來就是熟的 我們最主要是要讓它退冰 好 差不多了 撈起來 撈起來 撈起來之後呢 馬上放到冰水裡面去 冰鎮 冰鎮 冰鎮之後啊 我們大略的把它排一排 OK 完成 接下來地瓜粉 然後把剛剛的烏龍麵丟進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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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鍋裡面倒入多一點的油 好 好 差不多了 好 差不多了 剩下的這個油 我會把它瀝起來 剩下的這個油 我會把它瀝起來 好 把剛剛黏在一起呢 就直接切斷就好了 你們聽到聲音 嚇嚇嚇嚇 這個聲音就 嚇 你們聽聽看這個聲音 哇 還是有點燙啊 小心 嗯 好 準備快炒 那我們鍋裡下一點 看看那個油 一點就好 蒜頭蔥白 蔥綠大大椒 來 放點奶油 黑胡椒鹽 好 出鍋 蒜香酥炸烏龍麵 其實我很喜歡吃這種 澱粉炸過之後 表面脆皮焦香的那個味道 還有就是它那個咬勁跟口感 香酥香酥 最後加入的那個奶油 真的是這道菜 畫龍點睛的那個重點 鹹酥 蒜香 麵粉香 這種澱粉類炸過之後 會越嚼越香 表面呢可以吃到我們剛剛的胡椒鹽 還有蒜香味 但重點是你一直攪一直攪一直不斷咀嚼下去之後 你可以吃到蘸起烏龍麵的那個麵體 其實有嚼勁之外呢 真的會越嚼越香 蒜香酥炸烏龍麵 試著做做看吧 謝謝